大家好,我是一华 腊肉是中国最为流行的一种美食 主要流行于四川、湖南、贵州一带 还有就是廊坊等其他地区也会制作 尤其是在我们农村 到腊月的时候都会杀年猪 在拉年猪以后 很多肉就一次性吃不完 所以就会把它腌制成腊肉 腊肉的风味独特 不管是炒菜、炖菜还是做其他的美食 放点腊肉都非常的好吃 吃起来别有一方风味 但是很多朋友都说炒出来的腊肉 吃起来特别的硬 而且还会很斜 所以就很多朋友不喜欢吃 朗语下业 今天就教你炒腊肉的小方法 保证炒出来的腊肉柔软多汁 一点也不会觉得咸 而且非常的咸香下饭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具体怎么做的吧 这是我们家烟熏的腊肉 其实表面还是非常脏的 如果在农村 我们在炒腊肉之前 都会用火烧一下腊肉的表皮 这样既能去除表皮这层灰尘 而使肉皮吃起来更香 但是在城里面就不太方便了 那么就把铁锅烧热 把腊肉皮朝下 放锅里面烙一下 这样不仅可以去除猪皮上的猪毛 还能去除猪皮上的腥味 像这样在锅里面来回的擦动 我们在烙制的过程中 要小心一点 不要烫到手了 把猪皮烙至金黄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将烙好的腊肉 放进大一点的碗中 加入适量的开水 没过腊肉 先把腊肉浸泡一会儿 这样在等下清洗的时候 会方便很多 浸泡至水温不烫手的时候 用小刀把猪皮刮干净 把腊肉表面的脏东西 全部都用刀刮干净 我们在清洗腊肉的时候 一定要有耐心 要将它彻底清洗干净 不然在吃的时候会影响口感 洗完一遍之后 再换上干净的清水 漂洗一遍 可以用个干丝球 把表面刮一刮 藏在腊肉缝里面的灰尘 也要将它擦干净 最后洗成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腊肉 已经清洗得非常干净了 接下来把它放入锅中 加入几块姜片 再放一个葱结 倒入适量的清水 没过腊肉 盖上盖子 把它烧开 水开后 煮20分钟左右 把腊肉煮熟 接下来准备一点配料 准备几个红辣椒 用斜刀切成马蹄片 全部切好之后 放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青椒 也用斜刀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之后 放在碗中备用 准备几磅大蒜 把大蒜切成长条 切好之后 也装在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 也装在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的腊肉 已经煮得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盖子 然后用叉子 把腊肉插出来 放在大一点的碗中 再倒入适量的温水 将腊肉清洗干净 经过这样处理之后 腊肉就非常的干净了 接下来控水将它捞出 放在菜板上 把腊肉切成薄薄的厚片 薄厚尽量均匀一些 这样吃起来更好吃 也不会感觉到油腻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就请伸出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顶个赞吧 您的每一句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更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腊肉全部切好之后 将它装入锅中 继续加入清水 开大火 把腊肉煮两到三分钟 这样处理出来的腊肉 吃起来就不会斜呢 将煮好的腊肉 用漏勺将它捞出 放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 加入适量的油 再把控干水分的腊肉 倒进去 方炒均匀 这样炒一下 可以把腊肉多余的油脂炒出来 而且吃起来会更香 今天我做的是五花肉 肥瘦比较均匀 其实腊肉最好吃的 就是肥肉 肥而不腻 还特别的香 但是我们在煎的时候 不要炒得太干 记住千万不要把里面的油 全部炒出来了 然后把姜片倒下去 继续方炒均匀 把姜片的营养和香味炒出来 可以加点白醋 方炒均匀 因为白醋可以软化腊肉 可以使腊肉吃起来口感更好 炒成 炒成视频中 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先将腊肉 盛出来 放入盘中 接下来锅流底油 把辣椒倒下去 先方炒均匀 炒至辣椒断生 辣椒炒至八成熟的时候 再把蒜苗倒进去 继续方炒均匀 炒腊肉最好是加点蒜苗 不能加芹菜或者是香菜 一般也不会放葱 蒜苗最能激发出腊肉的香味 然后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使配菜肉点底味 再撒上一点白糖和鸡精提鲜 然后方炒均匀 让其入味 接着把腊肉倒进去 快速的方炒均匀 简单的方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在炒腊肉的时候 就不用加其他的调料了 吃腊肉就要吃它的原汁原味 只有这样吃起来 才会更香更好吃 还有的就是直接清蒸 也特别的香 炒好之后将它装入碗中 就这样一旁 非常好吃的腊肉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吃起来行为适中 口感相当好 这样炒出来的腊肉 上桌后家人都特别喜欢吃 每次如果家里有腊肉 我都能多吃一碗米饭 真的是太香 太好吃了 喜欢吃腊肉的朋友 可以按照这种方法 收藏起来试一试 保证您做出来的腊肉 吃起来一点也不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